六度焦点,是根据全世界媒体翻译整理出的事件追踪,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媒体,看到对同事件不同的角度 米兰,昆德拉,排除对任何政治,人和宗教,任何意识形态,任何道德教义,任何群体的认同的立场 华盛顿邮报 捷克出生的作家米兰,昆德拉·米朗·肯德拉,于2023年7月11日在巴黎去世,他提请注意共产主义统治下中欧的文化和政治压迫,撰写了黑暗的漫画小说 混合了对媒俗的哲学思辨,对极权主义的批评以及笑天使和无情狂欢的梦幻场景 昆德拉先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后来的法国写作,自1975年以来一直生活在近乎封闭的流亡中,并以法语为主要语言 他创作了滑溜溜和椭圆形的故事,戏剧,散文和小说 作为音乐会钢琴家的儿子,他将自己的小说描述未复调交响乐,混合了各种音调和风格,预言,散文,自传式反思,以探索身份或死亡的本质 他最出名的是两部《杰克语小说》作品《孝望之书》1979年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年,这些作品探讨了流亡,记忆以及1960年代和1970年代 《杰克斯洛伐克动荡政治》中《爱与同情的困难》等主题 《孝望之书》称自己是一部小说,尽管它一部分是童话,一部分是文学批评,一部分是政治哲业册,一部分是音乐学,一部分是自传 书评人约翰·伦纳德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称呼自己,因为整体是天才 昆德拉年轻时是一名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当他为反纳粹抵抗运动领导人朱利叶斯·弗希克·朱利尔斯写宣传诗时 他很快就对1948年夺取政权的史达林主义政权感到失望 他凭借讽刺第一部小说《笑话》1967,成为主要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 讲述了一名杰克学生的幽默尝试使他陷入了强制劳动营 这个角色的命运,几乎与昆德拉本人的命运如出一辙 1968年8月,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结束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短暂文化解冻 昆德拉进入了一种艺术炼狱 他的书被从书架上撤下,他的戏剧被禁止上演 他的护照在边境被拒收,昆德拉被置于国家监视之下,被警方追踪 但据报道,由于他在西方的名气,他没有受到影响 小说家菲利普·罗斯支援他在美国的工作 说明出版了1974年故事集《可笑的爱》的英文译本 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在1973年因生活在别处 获得法国最佳翻译小说奖后不久就获得了前往法国的旅行许可 北卡罗莱纳大学杰克与沿河文学教授哈纳·皮乔瓦表示 摆脱审查后,他在小说和纽约书评的文章中更加公开地批评杰克斯洛伐克 在那里他哀叹中欧在苏联控制下的消失 并说明将杰克斯洛伐克置于美国读者的地图上 昆德拉能够将中欧与苏联区分开来 并引起人们对其困境及其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关注 他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 他知道如何以一种超越相关人员的方式呈现这些地区及其问题 昆德拉在晚年较少关注杰克政治 甚至在1980年代 当西方评论家将他比作俄罗斯的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或德国的君特 格拉斯等政治作家时 他也表示失望 他告诉巴黎评论 他的主要主题不是政治或社会批评 而是现代世界中人类存在的复杂性 仅仅创造一种政治艺术来批评政权是不够的 这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 他在1981年告诉基督教科学真言报 当艺术和文学成为宣传时 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反共的 他们就会失去价值 虽然《孝望之书》 以苏联支援的1968年入侵杰克斯洛伐克为中心 但这部小说 实际上是七个相互关联的故事的集合 也处理了诸如笑声的残酷和性的悲伤等悖论 同时暗示世界似乎已经失去了记住过去或认真思考未来的能力 他写道 阿联德被暗杀 他指的是在1973年政变中死于枪伤的治理前总统塞尔瓦多 阿联德 迅速掩盖了俄罗斯入侵波西米亚的记忆 孟加拉国的血腥大屠杀使阿联德被遗忘 西奈沙漠的战争喧嚣淹没了孟加拉国的身影 柬埔寨的大屠杀导致西奈半岛被遗忘等等 直到每个人都完全忘记了一切 昆德拉先生在他的下一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后引起了国际轰动 该小说于1988年被改编成一部广受好评的电影 由丹尼尔·戴·路易斯·朱利叶·比诺什和丽娜·奥林主演 这本书讲述了一位风流倜傥的杰克外科医生汤马斯和他的妻子特雷莎 同时探索了一个世界的含义 在这个世界中 一个人只过住一种生活 永远无法知道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 他是否爱任何人 或者他是否只有爱的幻觉 关于汤马斯 他带着圆顶礼貌的情妇萨宾娜和他的理想主义情人法兰茨的直接了当的阐述段落穿插住超现实的幻想 五颜六色的公园常以漂浮在河上 自杀的梦想和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之死和写作本身的本质的题外话 角色不像人一样是女人天生的 他们诞生于一种情境 一句话 一个隐喻 简而言之 包含了人类的基本可能性 昆德拉写道 打断了书中 解释自己文学过程的情节 我小说中的人物 是我自己未实现的可能性 这就是魏石魔 我同样喜欢他们 同样被他们吓坏 昆德拉对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 表示惊讶 退出公共生活后 他说他服用了过量的自己 并寻求一种神奇的药膏 让我隐形 2009年 当他被邀请参加一个关于他工作的国际会议时 他通过信件拒绝了 称这次活动是尸检派对 切断与杰克斯洛伐克的联系后 他为法语小说提供了高卢语背景 如 缓慢 1995年 身份 1998年 无知 2000年 和 微不足道的节日 2013年 这是一本关于巴黎派对和斯大林在卢森堡花园的超限时 幻影的薄薄而俏皮的书 昆德拉在和平的天鹅戎革命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统治 导致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于1993年独立后很少秘密地返回布拉格 2008年 他与捷克读者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 当时一家捷克杂志发表了一份1950年的警方报告 将它确定未宪人 根据这些档和该杂志随后的报道 昆德拉说明布拉格的远警找到了一名逃离该国的飞行员 然后作为西方卧底特工返回 昆德拉将这篇杂志的文章描述为暗杀一名作家魏祟 并否认认识这名男子 他后来在油矿服刑14年 他得到了担任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剧作家政治家寡茨拉夫 哈威尔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JM Katsy和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支持 他们签署了一份声明 称这些指控是精心策划的诽谤运动 公开记录显示 1950年 大约在警方报告说他充当线人的时候 他因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共产党 他后来重新入党并再次被开除 尽管昆德拉拒绝详细讨论他的早年生活 我们生活在一个私人生活被摧毁的时代 他在1985年告诉纽约时报 原警在共产主义国家摧毁他 记者在民主国家威胁他 人们自己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对私人生活的品位和对他的感觉 没有秘密 他补充说 什么都不可能 不是爱 不是友谊 米兰 昆德拉于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摩拉维亚地区的布尔诺 纳粹德国入侵时 他不到十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他与其他捷克艺术家和作家一起成为共产党员 他第一次被开除党籍时 恰逢他被布拉格查理大学开除 据报道他在那里被列入黑名单 今年来他一直从事劳工和音乐家的工作 他最终回到学校 在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学习并教授电影理论 他的一个学生米洛斯 福尔曼后来指导了奥斯卡获奖好莱坞电影《飞跃杜鹃潮》和《阿玛迪斯》 昆德拉写了一系列戏剧和小说 但后来几乎否认了他在《笑话》之前写的所有作品 他于1967年与Vara和Bankova结婚 并与他一起搬到法国 在那里他担任他的助手 没有立即获得关于幸存者的完整资讯 昆德拉写了几部广受好评的批评作品 包括小说的艺术 1986年 《背叛的遗嘱》1993年 和《窗帘》2005年 小说家罗素 班克斯在位 《泰晤士报》 评论后者时写道 也许自从亨利 詹姆斯以来 还没有一位小说作家以如此的洞察力 权威性以及参考和典故的范围来审视写作过程 对昆德拉来说 这部小说 似乎提供了在其他艺术或写作形式中被封闭的可能性 在共产主义杰克斯洛伐克的《窗伤》中 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 他开始将小说视为一种观点 一种智慧 一种立场 排除对任何政治 任何宗教 任何意识形态 人和道德教义 任何群体的认同的立场 一种深思熟虑的 固执的 愤怒的不认同 不是逃避或被动 而是抵抗 反抗 反叛 我最终进行了一些奇怪的对话 他继续说 你是共产党员吗 昆德拉先生 不 我是小说家 你是持不同政见者吗 不 我是小说家 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都不是 我是一个小说家 谢谢收看 六度焦点 用六度简报追踪同一事件的看法 五度简 omnipo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